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接下來我想把以下的時間能夠開放給現場的來賓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什麼疑問要提出來跟兩位請教的 司董事長 姚澳大師 主持人 經典工業黃雁文跟司董事長的情意 就是我想我先以傳統製造業的思維 來跟司董事長請問這個問題 司董事長在20年前把微效曲線畫了出來 那經典工業在10年前把微效曲線註冊起來 然後製造是不能放的 尤其在司董事長在微效曲線 微效走出自己的這本書裡面講 製造是中性是不能放 那經典也沒有把製造這個東西放掉 而且不斷的往兩邊去發展 右邊就是一個研發一個通路的布局 那個品牌跟通路的布局 左邊就是包括一個研發 然後製裁的布局 近年都做到這兩端了 那也透過一個微效曲線 這幾年也有一些不錯的一些成效 包括整個一個成績還有一些高貿易的一個成績出來 但是我現在碰到一個問題點就是說 我們看到一個中國大陸一個當局還有南韓政府 對於這些企業在support 用一個狼性用一個霸性的一個方式 那再去support它這些企業 我想包括HTC還有包括那個Acer 其實對於市戰略這邊也做一些衰退 那我的思考是說 微效曲線是不是要做一個調整 還是說加入了一個網道文化之後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面對這個狼性跟霸性的東西 事實上尤其在中小企業 你怎麼去面對這樣一個蠻大的一個挑戰 是 謝謝 中小企業的好處就是它的目標不大 就是一不因為中小企業 實際上做品牌最好從中小企業開始 大企業要做品牌反而挑戰更大 這個也是相反的思考 因為你中小企業要養活你自己慢慢的去 跟建立這個長期的把靈魂慢慢 你目標小 你靈魂跑過去那邊還有影響力 如果你目標很大的話 你這個靈魂到那邊已經都不見了 所以整個如果目標客戶群越小 相對的是很很很相對是容易了 但是反過來要達到這樣的一個有效性 從台灣的整套的企業經營的思維 經驗都是相對的我只能講不足了 因為現在等於打這場戰事 如果是談從端到端的話是整套了 再強也強不過你最多一環 溝通品牌行銷溝通沒有touch 那個外國那個市場人的heart 你等於溝通也是白溝通 但是如何有效的溝通 對我們來講都是陌生的 而且我們沒有那個能力 因為文化並不了解 如果沒有有能力把我們的靈魂 跟當地要把靈魂deliver出去的那些合作夥伴 能夠有效的共識溝通產生一個共識 整合一個有效的方法 實質上都是無效了 所以我的感覺是說 對於狼性是不是可以做久 霸道能不能做久 我是絕對懷疑了 如果他一直遵守很創造價值利益平衡的話 那他已經是王道了 他本來就可以做久沒有問題 但是反過來我們看到那一種 為什麼溝通會有問題 就是因為他贏則通刺 他以他的利益做思考點 沒有考慮到厲害相關者一個平衡 我在眼見的文章說 Apple行王道得天下 那後面還在尾巴寫一個 如果以美國的文化 華爾街的push為了利益最大化 過以後以後 我相信他會有問題 也不可能 實際上Apple現在也沒有辦法 像當年那麼厲害 本來就是這樣一個是一個整個生態 所以反過來是說 我們要在這個客觀環境裡面 要有一個相信價值觀 基本信念 然後一點一滴去慢慢去做 你要尋求就是急供近利的話 我不曉得那個就是環境了 就是有人狼向 有人霸道 台灣不是大陸 台灣不是韓國 所以媒體每次要談 我們要寫韓國 我絕對反對 因為政商關係也不可能 韓國的那個不只是企圖性 他那一種兇悍的 在球場裡面那種兇悍 或者為了要贏 可以裁判也可以來參與一角的 這些都不是不值得學習的東西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寫韓國人 韓國人應該這兩天的電視也談到 他GDP3000佔20% 但是犧牲多少社會的利益在裡面 當然有得也有事 到底台灣的民主社會 是我非常認同姚大師談的 跟我談的華人優質生活 我談的不是台灣 是全球華人優質生活 創新應用的中心在台灣 也是要追求幸福 因為優質裡面有一個感性的東西 人文的東西 就是幸福感 榮銀現在研究的題目是 華人幸福未來 吸球及氣勢的研究 他們就是幸福 這個研究的題目 到底我們活的為什麼 我們當然要幸福 怎麼樣才可以我們提供幸福 這個就是值得我們去研究 對於要讓西方人幸福 我不懂他們也不曉得怎麼做 但是反過來我的看法是說 只要美國人的幸福 就是所謂美國夢 為什麼變成世界夢 但是現在華國人打死都不同於美國夢 所以才把美國的電影 因為傳達美國夢最重要的是電影 他們把它轟殺掉 那現在他美國現在的這個狀況 很多人都不認同美國的價值觀 那反過來如果我們真正的 以華人的幸福 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 慢慢的累積我們的能量 因為這個能量可能要累積 因為跟社會文化有關 價值觀有關 恐怕要一兩代以上 三代四代都有可能 但是我也不認為 沒有理由西方人不買單 如果西方人不買單的話 不會在唐朝的時候會來買單 日本也是唐朝來買單 為什麼 因為我們確實是相對的 是比較文明 比較進步了 那我們以我們未來追求 台灣是華人要追求 我說行王道炎龍夢 這一個很關鍵的能量 因為不是在表面上看的這個 變小框框看到的東西 你看不到那個東西 在民間的力量 都 因為我在國議會裡面有文化理由 什麼東西 我沒有像政治人路 也沒有這個必要 全身要跑偷偷 但是也差不多都要跑了 就是去了解整個民間這些力量 我想從這個角度 應該對自己的使命 還有我們自己具備的能力 有信心 我們欠缺的東西 我們要有一個環境 慢慢去強化 我們不斷地在學習成長 就算我退休之後快9年了 我每天也是把文 思 修 每天 就是這樣一個形環 謝謝